Layon聊十季 天天榮心 大家好 我是Layon 今天要來看波蘭人對上不列顛人 這場比賽也是T90的白金聯賽 先來介紹一下黃色是選擇了波蘭人 黃色也是我們知名的選手 Viper Viper也是我心目中最喜歡的選手 不論是實力還是他的遊戲風格 我都是相當喜歡的 他這次玩的文明也是我最喜歡的文明 這個波蘭人 所以這場比賽 勢必一定要來播報一下 波蘭人的特色先稍微來介紹一下 他的模仿被大壯魚所取代 大壯魚旁邊撒下農田之後 可以立即收成8%的食物 而且波蘭人踩石頭的時候也獲得黃金 對於前期的塔攻攻戰術 或是挖城堡的話 也不太會傷到經濟的部分 所以波蘭人來說算是一個 非常強大的經濟型文明 他的後期主要是打騎士、步兵、攻兵 其實都是可以的 雖然沒有三級的攻兵鎧甲 但是還有拇指環 所以當然強奴呢 也有可以抵抗對手的能力 那他的步兵附線也是三攻三防 而且還有這個寶兵 這個奧布奇戰垂兵 可以破甲敵人的防禦力 所以他步兵也是非常強大的 那最主要還是他的騎兵 雖然騎兵沒有三級的馬凱 但是他只要點下銀貫技術 貴儒特權 騎士只要一隻 只要30黃金 非常的便宜 比這個小宮的造價還便宜 那到了帝王時代呢 還可以點下金冠技術 點下這個裂克提克遺產 可以讓這個大洛馬 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 那到後期的破甲敵人 算是一個多功能型的一個玩法 那接下來看一下不獵蝶人 那不獵蝶人最大的特殊 是吃這種尋養的動物 這個綿羊啊或是鵝 吃的速度會更快一點 而且他城鎮中心的木頭 是半價的關係 所以跟一個法木場 再加價一點錢 就可以蓋一個城鎮中心了 所以不獵蝶人 算是一個比較 也算是可以開農型的文明 那前期的經濟來說也不會太弱 那後期呢主要是打這個 不獵蝶長弓兵 或是弓兵路線 還有這個槍兵路線 會比較常見一點 那他基本上也是全能型的文明 那騎士也可以出 但是沒有品種 會稍微弱離一點 但是有三級馬鎧的關係 即使出漏馬去後期 騷擾對手的城鎮中心啊 或是一些劍塔防守區域 還是很能扛對方的箭矢傷害 讓他的漏馬 可以做出更多的傷害來 所以不獵蝶人的後期 主要還是打這個 弓兵還有步兵為左 那騎兵部分為輔 那由於他不獵蝶 是沒有火炮的文明 但是他有這個金冠杖藍技術 可以讓他的劇情投資機 變成這個類似火炮一樣 存在的工程武器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是賽斯地圖 中間有這個大片的這個石牆 那這個石牆也是要工程過去 才能打破這個石牆 進行工程 所以前期來說 大家是沒有辦法 立刻攻擊到敵人的 而且你要破牆的話 也需要花一點時間 但是這個石牆的血量 跟這個金冰杖其實差不多 在1080 但是塔攻的部分 你不是打破牆之後 就馬上看到敵人了 所以還是要以這個打基金場的方式 先看龍來說會比較好 當然要打這個塔公公也是可以 但是目前看到 在賽斯打塔公公的選手 是比較劣勢一點點 雖然也有成功的時候 但是並不好 並不好成功啦 這個成功機率太低了 好 那目前看到破牆人 是已經補下了魔防 然後之後又蓋下了這個採礦營地 然後再拉了四川 又繼續來吃果子 然後這四個吃果子的 去蓋這個新的伐木場 它的開局方式呢 是一個九人挖木頭的開局方式 然後是打一個20匹 然後點封劍的打法 那這個打法的話 並不是直層的打法 所以不太確定 所以MIPER這邊是 想要做什麼樣的一個策略 那不列典呢 這邊是打一個25加2的直層打法 所以這個是一個 比較正常的一個上層方法 那這個上層方法 我覺得有點 有點保守了 保守了 因為不列典其實可以在23P左右 23加2喔 應該是可以極限上城堡時代的 可能塔套這邊是有些 顧慮到一些事情 他可能覺得 怕對方喔 會有一些奇怪的招數喔 還是打一個比較穩的 25P上去的話 是100%一定可以的 23加2的話 可能就沒有辦法 如果被鬧到的話 可能就會斷肉啊 斷筋了 導致升不上去 所以有時候在打比賽喔 選手們還是會選擇一個 比較保守一點的方法 去選擇升級喔 而不是每一場 都去打這個極限配置喔 所以我的頻道也常常在講 這個極限配置喔 新手不要去學喔 因為你可能用得了幾次喔 但你沒有辦法用到一輩子 也不可能每一場都這樣打 極限配置的部分 那Viper呢 是選擇了一個 20P上去之後 然後現在28P 點一下城堡時代 時間上差距並沒有太多 好 好 那目前看到Viper這邊 升時代是稍微慢了一點點 好 再列入一個大莊園 那破爛這個文明很特別喔 如果他是打一個工兵路線的話 單TC 然後 打雙就試驗場 他是可以兩個大莊園喔 直接升到地龍時代的文明喔 這也是破爛一個 很強大的一個經濟配置的能力喔 好 那Viper這邊是直接把家裡小微一下 怕對方直接前期的塔弓拱進攻 但是不列顛這邊也是選擇要來開農打法 好 那Viper這邊是直接到了15個人挖木 然後蓋下了兩個城鎮中心 3TC開農 然後開下修道院 先把三個生物撿回來 後面再補一個大莊園 這樣子木頭量就會剛剛好 因為城鎮中心的造架 這個木頭需求很高 再加上修道院大總院 這個木頭量至少到大概 六七八百左右了 木頭量非常虛多 所以他大總院剛剛是 一直沒有蓋下去的狀況 好 這就是一個高手們的細節配置喔 那目前看到 目前3TC開始正式運轉 現在Viper的TC delay 直來到17秒 塔操這邊 欸 開始變多了一點喔 TC delay到了30幾秒 因為他多開了一個城鎮中心喔 所以有一些時間喔 所以有一些時間喔 是沒有辦法 讓這個四個城鎮中心 繼續運轉下去的喔 好這個肉量有點缺 他操這邊農田要再繼續灑 好 Viper這邊打得很保守 沒有再繼續開城鎮中心 但應該可以再開一個 對 我覺得這邊還要再開一個喔 因為他這個肉量其實 挺夠的了 待會再補一個大中原 三個大中原可以輔助四個城鎮中心喔 好 當然Viper這邊是選擇先來挖了一些石頭 八個人挖石 可能是怕說喔 這個不先挖石頭 待會如果遇到對方的塔工喔 或是一些奇怪的彈珠 現在有一棟城堡喔 也會比較安心一點喔 而且可以挖出一棟新的城鎮中心的石頭 好 所以挖石頭什麼時候挖喔 有點像是 你覺得可能不太妙 或是你想要開農 又有點想防守石頭 就可以去挖石頭了 挖石頭的石劍喔 也可以說是 第三個城鎮中心喔 就開一下這個石頭 或是第二個也可以 但我覺得第二個 還是要先開這個黃金礦喔 尤其是阿拉伯的部分喔 但這張地圖不是阿拉伯 所以就有點隨意了 好 那目前 Viper把這個老頭拉到前線 看一下前面狀況 應該是有看到 對面的聖物 還沒有撿回去 然後這邊打一個是超級超級濃的一個開局方式 好 後來這邊 已經拉了一些村民到前方 要來蓋城堡 後來把城堡蓋在前線 要來直接破門而入了 但Viper這邊好像是有點猜錯 他的最短路線了 但插中間是一個最保險的位置 那最短路線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地方 如果你插這個地方 就可以接近到對方 最近的距離 那插中間的話 其實是有點偏遠 但由於Viper是沒有對方視角 我們現在是上帝視角 所以完全 Viper是不知道 他到底是在這裡呢 還是在這裡呢 對不對 所以呢 Viper呢 這邊是蓋這個位置 是情有可能 並不是他故意蓋錯了 而是拆到中間 是一個最保險的方式 這邊一進去 看到對方是在右邊 所以待會這邊 右邊可能會再補一根城堡 稍微防守 下正面 上方部分 這邊可以開始噴一些肉 但是這邊是打貴族特權 重裝騎士 待會升上去 黃金只要30塊 這裡馬鎧品種 趕快點上去 波蘭這邊 已經來到了102村 老頭過來 結果被招翔掉 這個肉馬直接被招掉 有點虧喔 那不列天這邊是 直接轉出了 均勻的升級 開始轉出步兵 槍邊的部分 來抵抗這些 貴族特權的騎士 效果其實還蠻不錯的 好 找到一隻騎士 但沒有關係 波蘭的騎士 就是便宜喔 右邊這邊 波蘭這邊 也補下了一個 新的城堡 波蘭來說 這個文明 雖然騎兵造價很偏 但是他 非常害怕箭矢 沒有三級馬鎧的關係 所以不列天 對於 波蘭這個文明的打擊力道 算是非常強大的 因為他有騎兵 而且又有這個 不列天常攻兵 雖然不列天常攻兵 是沒有拇指環的 所以射速來說 會稍微慢了一點 但至少 打這個波蘭的騎士 這個防禦會 好打一點 不像其他的文明 什麼192遊俠 三級馬鎧 砍得要命 打破蘭的騎士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破蘭的騎士 就是強在他 所以可以快速乘起 而且他的傷害也是非常高的 確定就是防禦差了一點 然後造價 品了一些 那目前 VIPER 確實也用 重裝 用這些騎士 騷擾到了一些 不列天裡面的經濟 這一波馬爆 打得算是 蠻兇的 他這槍兵一直在後面追逐 正面的巨型投擲機 已經造好兩台了 那VIPER 這邊可能要考慮 去點一下化學 轉出一下火套 確定反制一下 不列天的巨型投擲機 好 那這邊已經有先 轉出一些戰毛兵囉 好 這邊重裝騎士上前 那這邊有建築 新的木牆 所以第一時間 重裝騎士 沒有辦法去打到 後方的巨頭 好 家裡的重裝騎士 終於被槍兵給全部解決掉了 這時候 不列天守住好家裡之後 然後點下了金冠技術 戰狼科技了 那戰狼科技點下之後 對於不動單位 可以造成100%的命中率 但實際上是99% 100下裡面好像 也是會miss掉一把的樣子 那目前看起來 戰狼點下之後 突然的巨頭可能會不保了喔 變準了 而且這個落彈範圍也會變廣 所以在 打後盤 這個大量的 戰狼兵的時候 也會直接倒一盤 不列天戰狼是非常強大的一個科技喔 那破爛這邊點下了三級農田 把自己的大動輪的效率拿到最好 但是對方由於有戰狼科技的優勢關係 巨型投石機基本上不太可能保得住 所以這邊有勢必要轉出化學 OK 破爛這邊點下了化學三級色 讓戰狼兵的傷害更高一點 大家應該有發現喔 這個戰狼兵現在沒有點防禦喔 那稍微說明一下 工兵單位優先升級的一定是攻擊力 防禦是其次喔 那盡可能的控好兵喔 你的工兵就不需要用到防禦力 這邊趕快拉很多村民過來修理一下 這邊專瓦技術化學好之後要補一下喔 不然這個防禦力太低了 還有圍牆技術 好戰狼兵繼續反擊回去 火炮的話大概還要再一兩分鐘才會出現 這根城堡可能扛不住 還是要先用騎士去解掉 好這邊終於繞到後面 但是沒有第一時間攻擊巨頭 而是跑到最下方 直接打擊最遠的巨頭 後方戰狼兵還是持續輸出 想要拿下這些戰狼...這些... 級兵喔 不是戰狼 那這些級兵數量真的太多了 一直往前補喔 那補列典反而沒有打出工兵單位 而是轉出了步兵 裝鳥步兵開始升級 還點出了軟甲技術了 補列典這邊是全能型的文明 步兵系也是ok的 正面部分 Viper有點... 扛不太下來對方的槍兵壓制喔 這個槍兵壓制有點強大 看要不要轉工兵出來喔 但是轉工兵出來的話 可能會扛不住 對方長工兵的射程優勢喔 所以這一邊就是 波蘭需要去思考的問題喔 波蘭這邊要打這個... 步兵的話 也可以打這個寶兵 這個奧布奇喔 所以我覺得... 可能先暫時不用轉工兵喔 直接繼續出戰毛兵 然後後面轉個奧布奇出來打 但現在Viper的城堡 是移動都沒有了 全部被拆除光了 好... 看對方的... 長劍兵 數量開始量產起來 波蘭是一個有火炮沒有火槍的威名喔 所以他打這個... 劍兵勇士 我在想要怎麼打 波蘭打馬弓 好像可以喔 雖然沒有安血的戰術 抵抗對方的槍兵有點... 稍微不夠強喔 但至少 他打這個... 對方的馬弓 打這個長劍兵喔 雙手劍兵喔 傷害會更高一點 而且也可以拉倒 對抗步兵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就是... 貴了一點 好... 長劍兵直接壓了過來 現在... Viper完全... 扛不住這一步的傷害 當然也可以轉出更多的重裝騎士喔 幫忙扛住一下前線 讓自己的... 馬弓喔 可以成形 那... 不利點直接轉出了 步兵系的打法喔 非常特別喔 好... 這邊槍兵再來防守喔 重裝騎士 能夠... 解掉一台... 巨頭嗎 還差一刀 哇... 終於拿下 損失了這麼多的騎士 才拿下一台巨型頭司機 真的很虧喔 沙利的... 雙手劍兵 是在無情肆虐當中 但是重裝騎士 也是依序補了過來 還有更多的馬弓也在生產當中 現在波蘭這邊肉量來到1300 黃金1000 還沒有把自己所有的黃金給用掉 現在在思考到底要打什麼 那我覺得火砲是優先 需要產出來的東西喔 火砲先產啊 會... 打擊對方巨頭 會更有效一點 好... 等一下公會制度 那波蘭呢 我們要在下一次的改版 這個王室 這個山脈王室喔 的版本的DLC改版當中 會拿掉這個公會制度喔 所以波蘭人也算是小巧的NERF喔 對於這個科技來說喔 我覺得算是有一定的損傷的 因為... 波蘭來說 有這個公會制度的話 即使沒有黃金可以挖的情況下 出這些重裝騎士喔 也是可以出得很快速的 還有轉這些戰錘兵 但是如果剪掉之後 可能重裝騎士的數量會再被NERF了一些喔 但是這個是一個比較極端的狀況喔 所以實際上會不會影響到 波蘭勝率其實有待考察喔 可能只會下降個... 1%或是0.5%之類的 我覺得影響程度並不是特別明顯 好...上方的... 重裝騎士往前 想要去繞一下背 抓一下這上方的黃金狂村民 但是又遇到對方槍兵 這裡遇到一個激烈抵抗 但是這面的步兵呢 沒有人冒然前進喔 遇到火炮的話 還是會稍微有點害怕 巨型投資機 只能慢慢拆除外圍的... 建築物 火力連這邊已經開始慢慢轉出了 自己的自家兵種 火力連常攻兵 好...先點下義勇騎兵 然後再補一發弓箭 直接解掉了火炮 那常攻兵打... 波蘭的馬攻喔 優勢也是非常巨大的喔 所以這邊viper的一個重點喔 就是不能讓補列典常攻... 行程喔 補列典常攻行程之後 波蘭就會非常難打 但是現在塔塔也知道 現在是他轉兵器喔 他也不會想要貿然... 照進喔 把自己的步兵全部送掉 因為只要步兵送掉之後 他的常攻兵就沒有任何單位可以保護他們了 那這樣量產起來就會更困難了 好...那... 波蘭... 這邊黃金稍微有點危險喔 兩個黃金礦... 4800黃金都在前線 這裡不能挖... 就會... 就會有點尷尬了 待會斷金就會... 死去喔 那待會金罐... 待會還要再補一下喔 自己大落馬才會有這個... 擴散傷害的效果 那後期的波蘭大落馬... 是非常厲害的 連黃金兵走... 都可以稍微反擊回去喔 這邊尖餅我四周邊補齊了 攻擊力三攻還沒有點下 好... 常攻兵... 慢慢再轉了出來 好... 火炮稍微反打回去 三台火炮... 數量慢慢堆疊起來 那有三台火炮之後 就可以秒殺一台巨頭了 所以現在不列典的... 巨型投資機的位置喔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喔 那現在不列典要返回... 火炮的話有兩種方式喔 一個就是用常攻兵直接點射... 點掉這個火炮 不然就是用巨型投資機的... 戰狼科技喔 直接...原地打擊 看能不能靠賽一波 讓移動中的火炮被打到 畢竟人家... 火炮不是吃素的喔 不會站在原地讓你白打 但是這也是Viper需要注意的喔 對方的巨頭... 會不會打到自己喔 好... 突然這邊直接點出了... 金冠... 烈克... 提克遺產 接下來... Viper的大落馬... 就可以往前突進了 這邊用大落馬往前... 看到這邊有劍兵勇士稍微拉打一下 唉唷... 但是這邊火炮打到非常多的槍兵 後方的馬功也是拆除 好... 這邊大落馬稍微扛一下 但是有點扛不太住 好... 拉了一波大落馬上前... 直接拆掉巨頭 這一波攻勢非常好 還可以再拿到一台嗎 看起來有點困難 後面槍兵數量還是太多 這邊的劍兵勇士有點扛不太住 大落馬趕快再繼續往前補 但這樣地圖來說 對於波蘭是比較尷尬的 因為農田沒有辦法灑好灑難 所以他的量產產... 是不能打到巔峰的 所以要趕快去... 挖出更多的這個... 空地喔 灑出更多的大莊園 看... 這個有點被地形限制了 大莊園的產能... 稍微被克制住 喔... 這邊巨頭砸到了... 一些戰毛兵 遇到不列電的時候 就要特別小心他的巨頭 攻擊範圍極大 好... 這一波... 大落馬再再次上前 哇... 結果被長香兵卡位卡住 後面有一波... 大落馬再次上前 想要再攻擊到前方殘血的巨型投射機 但好像沒有機會 前線的大落馬也往前進攻 長紅兵也是直接往前 直接開始射了後方的火炮 兩台火炮直接被收掉 剩下一台 長紅兵還在繼續往前走 想要繼續點掉 沒有問題 波兰的火炮全部被解掉了 剩下兩台剛出來的火炮 這邊大落馬還能再繼續往前走嗎 看起來是有點困難的 哇...又砸到了一些 大落馬再上次往前 哇...又沒收掉 波兰這一波的攻勢開始被抵擋住了 戰毛兵雖然很努力抵抗 但是由於沒有三級的弓兵砍一下 遇到對方長弓兵喔 這個戰毛兵血量掉的還是非常快速的 好...戰毛兵再次上前 但是現在槍兵已經開始戳到戰毛兵喔 戰毛兵血量掉的速度也是非常快速 大落馬開始想要往前 但是現在不力點長弓兵原地開射 波兰的一騎兵一到前線就已經殘血了 甚至會被點掉了 HIP這邊已經全盡壓制 黃金已經歸零 只能靠買賣一波 現在木頭還有兩千多 但是肉已經開始有點攻不應求了 現在所有村民都是跑去挖木頭跟肉了 現在石頭跟黃金全部被控在前線 不力點利用自己的射程壓制 壓制對手的火炮 火炮又再次被點掉了 完蛋了 火炮瘋狂被點 大落馬再存了一波 但數量並不是非常多喔 只有十一隻而已 好 匯到後排就已經快要全部死光了 火炮的落馬就是有點 有點脆 但是傷害力極高 但是就是貼不到就不會有傷害力 哇這時候VIP突然打出了JJ 哇這場比賽喔 打到這波長弓兵加槍兵的一個路線喔 打得非常的精彩喔 中間的時候呢也轉出了一些劍兵勇士喔 直接讓VIP被迫轉出了馬功喔 消耗VIP大量的這個黃金喔 跟這個木頭在這個馬功身上 馬功確實也稍微抵抗住喔 但是後期喔 可能沒有辦法成形於主戰力喔 那VIP遇到這個不列典長弓的打法喔 其實能打的方法真的是不多喔 你用火炮的話也有可能被長弓點掉 你用落馬的話也會被槍兵給戳掉 你用戰毛兵的話 確實可以打贏對方的槍兵喔 但是後方的這個長弓兵喔 你可能還是很難摸得到的 那當然用大量的重裝騎士喔 淹過去的話是有機會的喔 但是黃金被控的情況下 而且這張地圖喔 大莊園的農田的數量喔 有點被限制住的關係喔 沒有辦法大爆撒農田喔 撒到70片田喔 都是有點困難的喔 所以讓波蘭這邊喔 沒有辦法繼續營運下去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喔 經濟的部分是由VIP這邊拿下所有的 沒有到所有的 食物黃金木材喔 的勝利喔 石頭稍微輸了一點 那明明VIP這邊經濟看起來這麼的優勢喔 卻還輸掉了比賽喔 這個就真的是 不列電喔 這邊的戰術選擇打得非常好 我們來看一下軍事的部分喔 軍事的部分是由不列電拿下1.22的KD值喔 那破爛則是0.81 稍微還是輸了一點喔 沒有辦法 畢竟破爛的戰毛兵跟肉馬 這個血量本來就是比較少一點的喔 不是血量 防禦力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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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